等下我们将介绍如何在我不笨生字复习APP中 新增生字来进行闪卡复习 新增生字的方法有三个 首先呢 我们可以在Android手机里 阅读英语素材的时候 把遇到的生字直接share到我们这个APP 那Stupid这个APP 就可以将该生字新增进我不笨的系统中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我不笨有一个menu input 就是你可以手动输入 你不认识单字 那这个系统里面也可以 塑查一些这些生字的意思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路径呢 就是从云端个人智库把它下载 这些你之前查过的生字到Ubem的APP里面 然后就可以做AI的闪卡复习 那这边注意到云端的这个个人智库是绑定你的Gmail 也就是说要利用这个云端个人智库呢 你先必须先登入一个Gmail的账号 那云端个人智库的来源呢 它主要第一个是从这个website 就是说 比如说你在用以电或是做电逛网站的时候 遇到一些生字或者是在阅读PDF档的时候呢 有不认识的生字呢 我们可以利用BBE小工具 塑查它的意思 塑查之后呢 就是可以选择要不要储存 一旦储存它就会存到你的个人云端智库 然后之后就可以用AD法抓下来 云端个人智库的第二个新增生字的方法呢 是透过欣赏bestbanana.cc上的影片的时候呢 遇到不认识的生字 在字幕里面看到不认识的生字 点击它 就可以塑查 塑查之后一样 可以选择要不要把它储存到个人智库里面 然后再有APP把它抓下来 那bestbanana.cc上的影片呢 基本上都是YouTube的影片 那你也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自己喜欢的影片之后呢 将它的网址贴到bestbanana.cc 就可以将影片汇入 汇入之后我们平台就会 帮你生成可以点击的字幕 然后你就可以点击不认识的生字 然后把它储存到个人智库 接下来我们将介绍如何实际操作 将云端的个人生字本里面的单字下载到手机APP里 首先我们要注意到 这个云端字库 它是跟这个Gmail绑定的 所以您在这个bestbanana.cc这个影片平台上呢 这边登录帐号之后会显示你的头像 这里要注意要跟我普奔APP的帐号要一样 然后在欣赏影片的画面呢 我们也会显示在这边右上角 会显示你的这个帐号 最后这个手机欣赏影片的画面呢 我们也会有显示你的登录帐号 那这个登录帐号必须要跟APP相同 这样才能够讲这个帐号的云端 然后我们将个人自库下载到APP里面进行练习 这个就是我们在欣赏 在bestbanana上面欣赏影片的时候呢 点击不认识生字之后会跳出来的速查画面 那在查询完了解了这个生字的意思之后 可以点击新增 它就会储存到你的个人自库里 那要查询我们总共新增了多少 单字到个人自库里可以点击这个笔记 就可以看到一个画面 像这里 这个有一个是 Grabble like this quit at this juncture smart army 这些 都是之前新增的 那如果你点击回到字典 就会回到一个集成字典 那这个字典的底下有个特别的地方叫 手机抓取区 这里面有三个生字 那这三个生字就是 它是提供您的五分的APP来进行下载的 那下载完之后这里就会被清空 接下来我们介绍如何利用APP 从云端个人字库下载个人的生字 首先点击左上角这个按钮 那就会出现我们的功能区 接着点击下载生字 它就会问你确定吗 我们点击确定 然后注意到它会显示一个 你删除云端暂存单字 这边注意到 成功抓取之后 系统就会删除云端端 刚才有介绍的APP抓取区的生字 这样子可以避免您重复抓取 就是已经下载下来 VP里面练习的生字 下载完生字之后呢 我们APP右上角 这个画面右上角的 这个总单字数呢 就会增加 那因为看世界 比如前几周的作业 会要求要下载多少多少的生字 那同学就要截这张图来绞交 这边可以看到 把它放大之后呢 可以看到总单字数的数量 那 有时候必须要重新进一次这个页面 它才会刷新 这个数字才会刷新 那如果不会手机截图的同学 那麻烦您自己Google一下 或者是 借其他人的手机来拍到这个数字 然后 绞交到作业里面 就可以完成这个要求 如果想要看一下我们从云端 到底抓了什么字下来呢 可以首先点击这个帐号 and其他功能 接着点击最近新增 就会显示这个 所有您新增到APP里面的生字 那可以注意到它的 每个字的旁边有个数字 比如说这边 10457号 生字就是您已经新增了10457个字 那您再新增一个字 它的编号就变成10458 那有的同学 他的手机画面 没有办法看到总单字数 这个数字呢 就可以接这个 最近新增单字的这个画面 因为这个单字上 也有它新增了几个字的编号 接下来我们介绍 如何在APP里面手动输入 新增生字 以及如何用手机逛 这个网页的时候呢 利用分享的功能来新增生字 那打开APP之后呢 首先点击这个左上角的功能 那接着点击增山查改 就会出现我们这个手动输入 手动新增生字的这个画面 那可以看到我们输入了一个 生字Claim 然后接下来按查 它就会速查它的意思 接下来按增 那就可以把这个单字 储存到这个APP里面 去进行闪卡的AI复习 那注意到我们APP进入之后的这个画面 上面的这个按钮 就是中间的这个按钮 点击之后呢 它可以直接跳到这个 手动输入的这个画面 就等于算是一个快捷键 除了用手动输入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招就是 当你在利用手机逛网页 遇到不正式的生字时候呢 你可以利用分享 然后把它直接传送到APP里面 然后把新增生成APP的生字去练习 这个删卡 那做法就是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功能区 我们有列了 我们有放上几个比较 比较热门的英语素材的网页 比如说 Quora Reddit 或者是Google News 网页 只要点击它呢 就可以快速跳到 这个具有英语素材的这个线上论坛 那比如说我们点了Reddit 之后呢 然后我们看到一篇文章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 生字不认识 我们就把它长按 那长按之后 就会出现这个 有Share的这个按钮 那你把它按Share之后呢 就会出现右边这个画面 那我们找到 Not Stupid 这个APP 把它点击之后呢 它就可以 把这个生字传送到APP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 素材它的意思 然后查到之后就可以把它新增 那有时候 会看不到这个APP的头像 那可以点击这个 点击点的地方 那里面应该就可以找到 Not Stupid 这个APP 在手动输入的这个页面 它的按钮比较多 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 各个按钮功能 那首先呢 我们会输入英文 这上面 那左下角这个中文 就是这个英文的意思 那它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就是你输入了Clend 之后呢 点击 这四个查询的功能 基本上你点击最上面的查 它就会自动跳出要求 到这个框方里 那如果您觉得这个意思 呃 你想要了解更多 那你就可以点击第二个 像Google 去查看它什么意思 然后 AM跟这个 键桥 这两个都是 比较 网路上比较大的字典 可以直接跳过去查询 点击之后就会跳过去 那下面有看到一排的这个中文 那它就是你点击查之后呢 我们速查嘛 就是说 还会列出一些 比较简单可能的意思 在这边 那你只要点击这些按钮呢 它就会自动的 帮你把它加到这个中文的框框里 那之后你点击新增呢 就会 储存你想要 记得的这个单字的意思 那就是在这里 就是点击这个增之后呢 我们就会 讲上方的英文 以及右边的这个要求的这个中文呢 储存到 APP的字库里 那单字如果打错的话呢 我们就会出现错误提醒 以及下方那个中文的 中文的部分就会变成 不是中文 而是出现 英语的修正建议 点击之后就可以立即修正 那当我们想要修正 这个APP里面 字库里面的这个资料呢 我们就在上方这里填入英文 然后 APP就会自动买 列出在资料库里面的 深字的资料 那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 我们需要 改 深字库里面的字 可能我们打错还是怎么样的时候 是在 我们练习这个闪卡 做闪卡复习的时候发现的 所以这边这个进这个按钮呢 我们点击它之后 它会显示最近练习过的六个深字 那你就点击那个 你觉得有点怪怪的 听错了还是什么 意思不太对的 那个深字 点击之后呢 我们APP也会自动帮你把这个字 找出来 找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是 点击这个修 当然不是直接点击 是 你先把左边这个 Perry 跟这个档开 你看是哪里 错误 先把它修改成正确的之后呢 再点击这个修 它就会去修正 APP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那如果你想要直接删除呢 就点击这个按钮 它就可以把这个 Perry 这个字呢 从资料库里删除 那之后练习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出现 最后呢 还有一个隐藏版的 这个深字 新增的方法 就是我们的APP里面 有内建 上万个 甚至从 七千单 然后到多亿的单字 然后托福 GRE等等 不同level的单字 都有一个内建字库 可以直接从里面挑 然而呢 我们不建议这个方法 因为根据我们的研究呢 如果您的单字来源 是从字库里面 直接挑出来的 那记忆的效率呢 非常差 但是因为 我们在推广这个系统的时候 发现 就是 其实对方机构呢 都很希望 你能够付上一些 教材 这个就是 因为 如果我们的APP里面 没有内建这些字库 那等于我们的APP 并没有内容 因为 你必须要自己新增 胆子进来 你才有办法练 但是 一般的机构 他不会愿意为了这个 而付钱 所以 我们必须要在系统内新增 就是内建一些 可以卖钱的 看起来是一个 教材的东西 当然还是 老话也句 就是 不建议这个方法 因为根据我们的研究 你 如果不是透过 自己去遇到这个生字 然后自己 想要了解这个生字 的这种状况下 去 新增了这个生字 到APP里面复习 那效果会非常差 差到大概 三到四倍的效率 这样子 所以 虽然不建议 但是我们还是稍微介绍一下 首先呢 我们就找到这个 智库新增 接着点击 汇入智库 那 这边就列出各种智库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汇入这个 多1600 点击之后呢 它就系统跑一下 然后 字就会全部进到你的个人智库里 然而这个时候 这些单字 还不会 直接让你可以做 闪卡的复习 你还必须要点击这个 挑选生字 点击之后 它就会出现一个界面 那这个界面 会把这个 刚才你汇入的多1600的生字呢 全部 把你考一遍 那你若答对的话 就表示你已经会了 它就不会进到你的 闪卡复习的资料库里 那你若答错的话呢 就是 比如说600字 你答错了300字 它才会 帮你灌到 就是让你能够做 AI 闪卡复习的 个人资料库里 那这边有个特殊的按钮 是 有时候 你答错了 但是有时候 你只是手滑 还是 你就觉得这个字 你明明就会 那你就可以点击这个 就下面这个按钮 叫做 其实我会 那它就 它就 它就 系统就不会把这个字 因为你手滑 不喜欢按错的这个字 加到你的这个 闪卡复习的资料库里 最后 FAQ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不知道之前 有没有新增过这个单字 那 要怎么处理呢 如果有新增过的单字 你又再新增一次的话 就 其实是没有差 但是 中文会变化 比如说 你之前 就是 新增了exquisite 这个字 然后你之前的意思 是写精美的 但是你后来又新增它一次 然后这次 你写的是精致的 那下次考试的时候 这个字 它的中文 就会变成是精致的 这样 就不会影响到 您的这个 您的复习的这个 在AI里面的 它的熟悉度 那第二个问题 刚才练习的字 我觉得怪怪的 想要修正怎么办 刚才介绍过 解释过了嘛 就是要到这个 menu input 就是这个 手动新增的这个画面之后 点击这个进这个按钮 然后 它就会列出 看来 你 做打的六个 最近最做打的六个 单字 然后你就点那个 你觉得怪怪的单字 就可以去对它进行修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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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